走 走 走吧 这边 这边要去哪儿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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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站起来 把脸转过来 干什么 别动 真是个穷毛奈 大 大爷 我 什么都没有 要是喜欢的话 这些柴火 柴火全归你 谁让你的烂柴火 滚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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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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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婆 你怎么了 我刚才摔了一跤 现在动不了了 我的命 不久以来 有 老婆婆 你们家在哪儿啊 就在山下 我的老伴刚刚离我而去 生有我这个孤孤伶伶的老婆子 孤孤伶伶 我还不如登黄奸路上找你做伴儿走 老婆婆 你不要怕 我陪你去看大夫好不好 那多不好意思啊 小伙子 有事儿就忙你的去吧 别管我了 我过不了了 不想干不想干 老婆婆 你的伤势要紧 你等我一下 好 来 老婆婆 来 好 我们走 来 来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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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呢 我们屠头遇上山贼 黄金都让他们抢走了 是啊 对那是意外 根本不是我们大家的错 我们总不要笨哪 连性命也赔上吧 对啊 哼 你们保护财务不利 没有资格当画府的家丁 所以都要出局 那不公平 我们手无寸铁 根本无法反抗 再说 反正也没人能完成任务 不如再来一次吧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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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谁说没人完成任务啊 哎呀 痴山 哎 你真棒 哎 来 团案没让我是吗 哎 哎 来来来 我帮你 有人完成任务了 证明是你们不计事 无话可说了吧 哎呀 哎 行啊 痴山 这俩小事怎么能难倒我呢 哎 哎 伯虎呢 啊 他们途中遇上了山贼 不知道他 不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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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不虎 不虎 你怎么才来啊 是啊 你真是还好吧 真也是 没事吧 不是 你那套黄金呢 该不会也付出给三十山贼了吧 小叔 别提了 人算不如天算 功亏一篑呀 对 黄金还在途中 我待会儿还得折回去拿 怎么可能啊 以你的聪明机智绝不在我之下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 这是谁啊 他是谁啊 是啊 一言难尽 老婆婆 到了 小伙子 回不当初是不是啊 岂有此理 竟然戏弄我 你错了 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竟然 竟然有鬼进来试探我 卑鄙无耻 卑鄙无耻 其实刚才的山贼 和被刺伤的应征者 也是画府的嘉宾甲吧 也就是说 山上的游刺也是你们弄的 对不对啊 对 不错 我们设下这些难题 目的就是要考验你们的机智和勇气 现在总算考验出来了 简直是欺人太甚 你们当中有些人头脑矮板 有的有勇无谋不懂辩通 有的遇事退缩 更有的贪生怕死建立妄议 竟然想跟贼分享黄金 这些人根本不配当画府的嘉宾 说得对 说得对 看来智山你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话虽然如此 但除了智勇双钱 更重要的还是品格 所以我们派出 护院理量伴坐受伤的老人 试探你们的善心 你们要是只顾完成任务 这老人家不顾 即使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家伙 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家丁 说得对 说得对 所以这次入围的人选是柱智山 还有唐伯虎 恭喜你们 这次总算有个照应了 你们两个在这边等着 不准乱跑 劳烦求香姐 这画府果然是高门大户气势逼人 看来以后我们要步步为营了 话要说回来了 刚才我看你在树林里面不是已经走了吗 怎么最后又在石里亭出现了 好 此事说来话长 话说当时我见烈日当宫 打算找个树荫歇息一会儿 顺便 见识箱子有没有破损 来 来 来 好 嗯 嗯 嗯 啊 真是老天爷开眼的 老天爷开眼的 我再也不用进化妇做苦力了 我可以用这些钱 把我妹妹求生说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猜到 画府还会再设计来牛腾我们 于是我就抄小鹿尽快赶去十里亭 画府那些伎俩哪能够骗得老王老猪啊 不过你女的聪明才智都没有理由看不出来啊 你也早就看出来了 最初我也被那帮山雷给骗倒了 当我拉那箱黄金上岸时 有金色的水流出 所以我发现它是假的 后来又碰上那个奇奇怪怪的老婆婆 当我扶她之时 就觉得她身体异常的重 那我已经猜到她是男人了 我细心一想 这一定是画府安排的试探 于是就将计就计做其大好人 正如你所说 这点伎俩 怎么能逃得过我们两大才子的眼睛呢 不许动 你们贵姓 画府的规矩例行杀毒 我们有没有携带求职者病毒 也没带什么探军啊 为了确保画府家人的健康 每个新来的家丁都要接受检查 任何借口都是没有用的 嫌要不要脱啊 怎么办 不许动 将你们身上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 为什么 在画府工作的下人 未表清白 都不可以拥有私人的财物 我们是来画府工作 又不是来坐牢的 就是啊 拿出来 别动 干嘛干嘛 非非非非你啊 这 这是什么 拿出来 快点 画府不会要你们的银两 这些财物会在你们离职之日交还给你们 他在干什么呢 在画我们两个人的画像 这又是画府的规矩啊 画师会把你们的模样记录在岸 要是你们的卖身期未满 有携带私逃或私下离职者 便会被通缉 即使你们逃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抓回来重重治罪 这个广告水平这么差 即使是天下第一名补 都不一定找得着我们俩 卖身契制之后 你们便正式是画府的人了 哎 天字 我就不必劳烦秋香姐了 卖身是人生大事 我的卖身契还是我亲自来写吧 好吧 随便你喜欢 解用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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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奶奶好 大少奶奶好 大少奶奶好 嗯 大奶奶 这是新来的两位家丁 请赐名 书写 嗯 你出身书香世代又是画府的当家 这名字便由你给他们起吧 是 大奶奶 起名字最重要的就是吉祥如意 嗯 你就叫画福吧 哎 哎 谢谢大少奶奶 你 你叫化安 啊 哦 化安好 化安 谢谢大奶奶 哎 哎 笑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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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闹了 每个进化府的下人 都要熟读这一千一百条家训 三日之内 护院李亮会向你们提问 答不出来的便会被责罚 怎么跟罗汴辰书院如此相似 一进来就要熟读什么家训 谁啊 谁啊 干什么 我就是化府的护院李亮 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啦 你是要告诉我家训里面说 下人不可以随便交托接耳 窃窃私语是不是啊 秋香姐 还有 化氏家训第二十五章第三十条 家丁对化府女眷不得直视 如有为者 则打二十大棍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 遗若化府身死海了 躺 快躺 你们就住这间房 卧铺和替换的衣服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有劳秋香姐了 各位兄台 我们是化府寻来的家丁 他是化安 我是化府 出道贵境还望各位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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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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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们多喽 我们两个住的房间倒也乐得自在 我又不是一败才留在化府里 只要尽快查明秋香的身世 我们就可以兄妹团聚了 你说 如果秋香真的是你妹妹 我又真的跟她结成夫妻了 那我们两个岂不是亲上加亲呢 你真想打我妹妹卓爷 我今化府的目的你是一早就知道的 你不知道这一刻才跟我翻脸吧 我呢也没那么小气 你当我妹夫我也高兴啊 那么你的一分钱庄里也该有我的位置吧 我来了 你拿一千两黄金 五百两白银做礼金 你今天不会有意见吧 江山一改本性难逸 快点快出来 出来 快点 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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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冰果子 快点 这位大哥这么早就要起来工作啊 身为化府的家丁 一天十二个时辰随时得听命 到底什么事啊 马上清醒盲测 什么 什么 清洗盲测 你的耳朵有毛病啊 可是 我们哪能做这些事情啊 这最低下的粗活 不是你们四等家庭干 难道还是我们三等家庭干呢 就是啊 但是 我们不会清洁盲测啊 别废话 什么是吧 总之啊 在某事之前 要把这毛测打扫的干干净净 否则重重的罚 还不干活去 去去去去 给我诈主人事 天哪 我唐伯虎 堂堂宿州第一风流才子 竟然沦落如斯 当真是龙游潜水造虾系 伯虎落平阳 你怎么被卷欺 大丈夫能屈能伸 想当年我倒霉的时候 我什么苦活没干过 我这人最劳于主人了 要是你肯给我五两银子 这会儿我帮你干 想得美 贪财鬼 我才不会这样便宜你那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性酷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昔日月王勾剑可以卧心畅胆 我唐伯虎就来一个 忍臭戏错 我还不错 你人呢 好 还不错 很好 consultant 君 dividend 这毛测就是洗了它还会变臭的呀 说得有理 既然是洗了还会变臭 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说得也有理 画幅大得犹如迷宫我们该到哪儿去找秋香啊 放心 我早有准备 这是画幅的地形图 我给花了不少银子弄老头手的 你看 我们在这儿 是你的卧室在这儿 先向前走 然后再 再再再再再再 左转 然后再 右转 十极而上 再 右转 再右转 直走 右 哦 那个说错了 先右转再使劲人上 不早说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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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 四等家丁不得入内 围领者赢 哎 枪架人分等级有点过分吧 哎 这小心屎的晚年船 反正这条路走不通 我们再换一条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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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边 走 哎 哎 哎呀我靠你说 差不多差不多 哎 哎 哎 怎么搞的呀 嗯 哎呀 少碗舞蹈 少碗舞蹈 让我再看看再看看 行 这这这边 没错没错 哎这 哎 哎 过来了 哎 这 嗯 哎 这四等家丁不但人文言轻 连快立足之旅都没有啊 哎 黄苗 噓噓 噓噓 我们就只能在这个地方转 怎么能找到闹秋生呢 嗯 我就不信 哎 行行行 我收告了 行 我们这些警示牌和家庭一样 都是虚张声势的 行行行 我一定不能被他们给吓到我 你看着 这看着 看着啊 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 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不是 我就不信我们进去会被他们挖大网 哎 别别别 这花了银子呢 嗯 嗯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又能把我怎么样啊 想快讲人事别让人听见 打 啊 啊 要命啊 啊 哼 画府门禁森严 这画家门禁森严 经常对下人是三日一小打 雾日一小打 啊 这瓶化府智宝散于药酒 对被护院打过的这个啊 各种伤患他都有奇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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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腿 嘿嘿 即使你被打上五十大半也丝毫不会觉得痛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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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就算你被罚贵指天亮呢也是啊 啊 小事一桩 有这么多好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呀 还堵白受的这么多苦 啊 我怎么知道这么快他就出事了呢 哎 哎 就算了就当是买个教训吧啊 现在呢 咱们是打草惊蛇了 以后更得步步为营处处小心喽 你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天都是活受罪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找到秋香才行 哎 嗯 你瞒到的都是鬼主意 赶快想办法呀 其实呢 要查秋香的身世啊 也不一定非要亲自找他探位 只要翻查画府下人的这个入府记录 啊 再看看 啊 再看看秋香的户籍策不就知道了 哼 嗯 对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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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的休息了啊 哎 待他们稍微松懈的时候 我们再设法查态 可是你现在千万不能冲动啊 否则也会招致不必要的损伤 啊 嗯 嗯 哎 哎 嘿 嘿 嘿 啊 嗯 嗯 嗯 哎 哎 哎 媚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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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么样啊 媚姑 你觉得怎么样啊 媚姑啊 你究竟为什么要偷偷地离开画府啊 梅姑 全是我的错 表兄 当年 我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梅姑 梅姑你不能死啊 你还没有说出真相呢梅姑 梅姑 梅姑 原来梅姑刚才是回光返照啊 少奶奶 你也别太伤心了 刚才还为她念心经 希望她早日康复 想不到现在已经人鬼殊途 要为她念望深咒 大奶奶 您别难过了 梅姑不过是一名下人 还有携带私逃 中宝私囊之险 梅姑在画府多年 一直尽忠之手 这次出走 其中必有内情 现在人已经去了 过去的事 就不必再追究了 可不见了的公款 大奶奶 您印象宅心仁厚 而且俗话说 捉贼要捉脏嘛 这件事情已经死无对证了 所以 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了呀 但梅姑已死 总管一位总要有人接任吧 对呀 大奶奶 画府不可一日无总管 何况老爷马上就要六十大寿了 我们总需要一个人来张罗呀 说的也是啊 大奶奶 我已经想好了 在画府所有的丫鬟当中 只有东乡一人平时做事最为稳妥 我觉得 这个总管 由她来当最为合适 那怎么行 论姿排辈 秋香是大奶奶的势必 夏香资历最深 春夏秋冬四个丫鬟中 春香最精乖伶俐 啊 总管的职权虽然大 责任倒也不少 这个智慧可是不好干的哦 嗯 你看看梅姑啊 就算给她中饱私囊 又能怎么样呢 她在画府 一座做了数十年 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到头来还不是孤独终老 含含而辞啊 哎 临终室连个伴都没有 这种活我可不愿干的 哎 我也是啊 秋香 你说谁会是接任的人选呢 冬香 冬香姐姐 冬香姐姐过来啊 来一块儿坐啊 冬香姐姐到我们这边来吧 来 我帮你打饭啊 来 来坐啊 冬香姐姐 冬香姐姐 这回啊 冬香她怎么了 近日传闻冬香啊 可能会当上总管一职 所以其他的丫鬟呢 都赶着放上她 看她的样子啊 好像不愿意跟我们在一块儿 所以 我说越来越不喜欢她 是合理的 哎 画幅之中 我们春夏秋冬四大丫鬟 是最有可能当上总管一职的 哎 所以呢 她现在已经觉得我们是她的劲敌 就更加疏怨我们了 嗯 本来大家都是好姐妹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哎 你们看啊 石榴多好啊 什么是她都只身世外的 是 是啊 快吃吧 快吃啊 我等你 你快点 快快快快 下一个 哎 谁当总管我没兴趣 可我觉得这制度应该尽快改革 都是下人 还还还还 非什么三六九等 寄人篱下怎么能不低头呢 忍耐点吧 你们是四等家庭 打完饭到外边蹲着吃去啊 快去快去 怎么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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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召大家来有什么事啊 大少奶奶 知道了 知道了 大少奶奶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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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把告示贴这里吧 是大少奶奶 大家都知道 梅姑一去 画府总管的位置空着 正所谓国不可以一日无军 画府也不可一日无总管 所以 经过和大奶奶商议 要在画府众多的丫鬟中 选出一个来 用投票的方式 规则就是 一人一票 七日为限 票数最多者当选 啊 这东西太难了 这些不一样 这些不一样 不一样 是啊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通过梅姑中饱私囊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出 画府这个总管 并不是好当的 所以 我们提高了一下 画府新任总管的待遇 首先 画府新任总管的酬劳 将在原来的基础上 提高五成 五成啊 其次 画府还会提供每年 从杭州往返外地的传票 这样 已供新任总管回乡探亲之用 就可以避免像梅姑一样 疏于跟亲人联系 而孤独终老 还有 画府总管并不是终身制 为期五年 卸任再选 也可连任 哎 条件真那么优厚吗 除了这些丰厚的条件以外 我们还会为其作媒 让其在卸任后 能够有一个如意郎君 至于一切婚式花费 在画府任期内的生养死葬 都由画府来承担 这不错 按照资历的计算 这次我们参加竞选的人选有 春香 夏香 秋香 冬香 和十六五人 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我同意 哎我也同意哦 我也同意啊 我能参加吗 倒是一转 总管一职 只有丫鬟才有资格 我们只有投票的份 想不到堂堂画府 竟然是女人大道 你少说句话就算帮忙忙嘛 秋香十六 你们二人有什么意见吗 一切随大少奶奶做主吧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就这么定了 好 机会来了 怎么说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想 你要是帮秋香做了这个高薪之味 他还不把你当个恩人 到时候你拿个酒 当然了 要是秋香真的是我的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够早日飞黄腾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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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是我 秋香 进来吧 我上次见你的枕套破了 特意为你缝了一个新的 谢谢你啊秋香 好香啊 啊 是红枣墨里花茶 啊 果然与众不同啊 嗯 在画府 只有秋香 只有秋香你跟我最谈的来了 其实你也不必每一次都装出一幅巨人鱼千里 多交几个朋友会开心一点 哎 我明白 不过人已经死了 死 并不是一切的终结 就说梅姑吧 尸骨未寒 大家已经嚷着 如何争夺总管之位了 哎 其实以你的资历啊 总管一直 我可没兴趣 十六还是最喜欢待在厨房里 烹调各式美食对不对 不过 我倒是认为你是最有资格当的 我 别取笑我了 我最怕麻烦的 我这个人很知足 能够开开心心 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丫鬟就行了 你想不想当 是你自己的事情 人家可不这么想 现在已经开始竞选了 春香 夏香 冬香 应该已经把你当成最大的敌人了 不会吧 冬香是这样我没有话说 但是春香和夏香 跟我的感情一向很好 他们不会的 陆瑶之玛丽 日久呀 见人心 好姐妹始终是好姐妹 嗯 难道 你没有见到冬香 她已经改变很多了吗 不过话说回来 你看 自从由京城回到杭州 好像有特别多的事情发生 一颗心老是不上不下的 哎 千里姻缘一现千 突然跑出个宋仁节来 又怎么叫人不心烦呢 我十六呢 虽然整天关在厨房里面 可是许多事情呢 都逃不过我的双眼 你 你看错了 我跟宋公子没什么的 你看你 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叫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能够让一个女子 心烦意乱的 就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感情 你的心上人是谁呀 只有你自己呀最清楚 从来只有女子为我送人节 千长挂肚 为我送人节伤心流泪 可是如今 我竟然栽到一个王小姐的手里 她竟然让我白白跑了一个晚上 岂有此理 人姐 别喝了 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夏远师要见你啊 可能是为了她女儿的事 赶紧走吧 人姐 最近你很少过来害得秀娟日夜思念于你啊 不满院士 最近学生忙于读书 皆因现世之期迫在眉睫 既然是专心读书 为何会到处花费呢 而且作风也颇为豪气 喝酒要见最贵的 最纯的 造衣服的布料 也要在杭州顶级的绸缎装买 这样惊人的花费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院士真是有所不知 学生也是迫不得已的 否则男父才子之名啊 荒谬 院士且听学生一言 杭州城内 无人不知我送人节 无人不知道我送人节 是罗汴臣书院的高材生 所以学生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背负着书院的名声 既然如此 我又岂能失礼于人前呢 我有面子 就等于书院有面子 这等花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省的 望院士明鉴 你 你要是不喜欢 这钱我自己付好了 我不是怪罪于你 你也知道我只有绣娟一个女儿 将来罗汴臣书院也会交给你 我难道会亏待你吗 别的我不计较 我只希望你多来看看绣娟 她一个人是很孤独的 学生知道了 你不只要知道 你还要真心真意的对待绣娟呢 这是当然了 我对绣娟之心日月可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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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感觉还留在春边 要知道我们相依是天注定的缘 所有的考验让我们更想念 我在你身边不会离开一天 我来到人间是为了等待 你的出现 我们的相遇是天注定的缘 我们的相遇是天注定的缘